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跟进中国国内的抗议情况 昨天咱们说了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的 中国共和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这场运动 那么就在当天晚上 北京也爆发了声援上海的运动 在北京的亮马桥 这个运动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白纸运动 或白纸革命 当然在中国这边土地上 运动毫无疑问是被镇压了 可是在被镇压之前 依然展现出很多可圈可点的这些细节 你比如说这次的去中心化 跟去坤二一样 它是去中心化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当然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细节 比如说BBC的记者被抓了 比如说很多洗地的大V 比如说很多人把这个锅又甩到了CIA的头上 等等等等 所以专头给大家做一个汇总 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发生的一些神奇的事情 好那么首先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看图片 在北京的亮马桥 很多的年轻人聚集 并且向周围人展示他们手中举着这一张白纸 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写 这就是咱们昨天和前天说过的这个 有些中国人抗议举张白纸 警察也抓 后来白纸被没收了 人们举个空气 警察也抓 他说了 别以为我们不让你在抗议什么 说白了 就有些人知道他在作恶 但是他不希望别人指出他在作恶 同时他还希望别人在夸他 所以亮马桥这次的事件 尤其后来在彭仔州的四通桥下 也有一些人聚集 所以实际上北京最火的是昨天是亮马桥 但实际上北京昨天绝不仅仅有亮马桥 其他地方的一些地名 我就不点名了 也陆续发生了一些相对较小规模的事情 但是根据一些网络的信息 网络截图来看的话 警方后来可能是动用了催泪瓦斯 当然现场情况可能是由于 网络信息的屏蔽 那屏蔽车肯定是去了 等等造成信息的延误 可能得再过一段时间 才会有录取消息出来 到时候再给大家进行播报 但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有网友总结的 昨天的中国高校封控抗议潮的地图 你们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自己所在的城市 自己所在的省份有没有爆发 那么下面有人列了一个列表 当然你看看图片 红色的部分是爆发了抗议潮的地区 河北 黑龙江 山东 山东是不容易的 包括其他这些省市 我们就不点了 那么黑色的部分 就是没有爆发这些学生抗议潮的学校 那怎么说呢 这个黑色的地方 对吧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没有高等院校 而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有胆子 或者不关心等等等等 总的来说 这一次的可以说从图片来看 半壁江山 由此可见这个清零防控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从这个图片就可以显而易见的得出这个结论 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呢 北京包括全国各地的各部门都印发了各种通知 想方设法的阻碍 平息甩轻相关的责任和镇压相关的抗议 尤其是北京的各大高校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是清华大学保卫处 是同样是通过网络流出的这个图片 他说 学校里的各复印店 为了确保学校什么 把这些屁话 咱们不说了 后面他说了 禁止学生教工等各类人员在未经登记和电源和这个什么核验打印复印内容的情况下 私自动用店内复印机和打印电脑 停止学生自助打印业务的开展 要求做到每一张打印复印纸都要经过店内员工审核 如有违反 一经发现必将严肃处理 您就可想而知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公章 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伪造的 因为现在网上各种消息很多 但是这个事情从常理分析来看的话 清华大学的所谓的保卫处 是很有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可见他们对于学生害怕到什么程度 那后来没办法了 就是我现在用A4纸了 我A4纸你还怎么知道 我不打印了 那么说到A4纸呢 就得提到这张图片了 对 这也是网上流传的另一张图片 说是上海的陈光文具 说了说我们现在不卖A4纸了 当然也有网友指责说 这张是恶稿式谣言 这个我们暂且还无法证实 也无法联系说上海陈光文具 是不是造谣 人家也不接受这个采访 但是事实上来说 能够编写出 咱们姑且算这是假的 你也可以感受出中国国内的这些相关机构的紧张和恐慌 于是呢 在面对的这个汹涌的民意的情况下 一时也不好法 这法不责重吧 也不能把所有人都给逮起来 于是呢 各种神奇的操作就轮番的上演 你比如说看这个 对吧 上海这个乌鲁木齐中路路牌拆了 我解决不了这个汹涌的民意 我还解决不了个路标吗 我把路标给你拆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迷之操作 我也不知道这个政府是怎么想的 我只能说那个李云龙的话怎么说来着 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真是个人才 然后呢 还有这个 你看像这个BBC的记者 现在是被抓起来了 据说的是 而是拳打脚踢被抓起来的 相关视频我都不给你放出来了 那么目前来看呢 这个人在被抓走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赶紧给联系我的大使馆 那么目前呢 BBC呢 也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声明 你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一夜之间 真的是一夜之间 中国的这次抗议 就整个全世界都知道 你像什么CNN啊 BBC啊 这些看那图片 这些媒体 都纷纷对其进行了追踪的报道 人们纷纷的海外的华人 也开始站出来 声援国内的同胞们 同时啊 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私下里面 他们说 我们没胆子上街 但是呢 我们私下我们要支持这些年轻人 我们要保护他们 或者我们挺他们 我感觉到很震撼 说什么的都有啊 也说从来没有想到 在网上那么恶臭的舆论环境下 竟然还有这么多 有理想的 有见识的 有勇气的中国年轻人 说他们是中国年轻人的希望 所以昨天一天 一晚上很多人的情绪 都处在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 砖头呢 也是一直在关注相关的消息 为他们这些人担心 所以今天我也是有一点上火 说话可能会不太注意 大家多多见谅 但是呢 就在这样一个 很多人都怀揣着说 对于中国未来 可能会有好的变化 让政府看到民众的声音 等等等等 这样一个关口的时候 不和谐的景况也再次发生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要强调 砖头是 几乎是最早一批媒体博主 我说过 我说这次的运动 必然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不可能对这事情抱有期望 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抗争原理 等会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解释 这次的运动 为什么会注定失败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但是咱们先说这个过程 这个不和谐的声音 你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国内现在开始把这个锅 往境外势力上甩了 我就说你们能不能有点创意 就不能别每次都被砖头猜得这么准 就是你甩锅 你换一个甩 每次都是CIA 对不对 你都抓了人家BBC了 难道你就不能甩锅 甩一次人家英国的特工组织吗 对不对 或者你甩一次俄罗斯的组织 对不对 为了让中国把中国拉下水等等等等 或者以色列的组织都可以 每次都是CIA 这CIA也真是冤的 说什么呀 说这个地方就不是本地人组织的 就是每次都能见到类似的论调 说如果是本地人组织的 必须是四川化加花圈 你拿个蜡烛 就这种言论 这个言论当年在香港的时候 我也看过类似的 所以现在这网上是有说说 现在在中国国内搞运动这拨人 和两年前的香港是一拨人 对 确实是一拨人 只不过不是所谓的境外势力 而是墙内的这些洗脑 这些大内宣们 这些拿钱的人 开始发布的各种消息 要把水搅浑 让人们发动群众 斗群众 这也是我说过的中国的运动 这种民间的运动 为什么无法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来看一张图片 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漫画 对不对 政治漫画 就是说一个人拿个鞭子的人钱 奴役大家 大家都在这跪着 这时候一个人站起来了 这个人举起了鞭子 要镇压他 然后后面更多的人站起来了 这个举鞭子的手 这个奴隶主就开始怀疑 这鞭子开始放松了 但是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奴隶主就跪了下去 把鞭子扔了 就是我怂了 我错了 这是西方的历史 那咱中方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 前面的人举起了鞭子 其他人都跪在地上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了 有两个人站起来了 奴隶主还没说话呢 这时候更多的人站起来之后 他不是向着奴隶主 而是转过头来看 这个站起来的奴隶 你是不是拿了境外势力的钱 奴隶主也不容易 你为什么这样的丑化 我们的组织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我就不再说了 最后就是发动群众 斗群众 奴隶主都是切二脚丫的 抽着烟 喝着酒 完了以后 你就看着这个奴隶自己斗 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现实 也是现在正在发生的 中国的这个场景 类似的截图 我就不给你放更多的 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 透过这些人既粗鲁 又愚昧 又奴性十足的发言 你可以仿佛感觉到 那些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幸福 为了所有人 中国人基本的人 别说幸福了 基本的生存权利 去呐喊那些年轻人 就好像把良心喂给了狗 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如果说这些人抗争成功了 他们躺在家里面 对不对 享受着这些人抗争的成果 但是呢 他们却还在怎么样 骂着这些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人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相关消息之后 很难不遏制住 就很难遏制住 就是很难遏制住 内心中迸发出的一个感想 就是我们管他去死 对不对 我们管他怎么样呢 我们为什么要管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就配 中国共产党这样英兵 神武伟大党 去好好的奴役他们吗 对不对 好马配好安 那烂的呢 对吧 自己去联想 好 那我们说回今天的重点 我知道很多国家朋友 你们内心是期望着 就像我前面说的 期望着这次中国政府 中国当局 能够听到百姓的声音 能够感受到民众的痛苦 能够取消动态清零 但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什么 还是那句话 放弃幻想 准备打仗 当权者的心态 当权者的心思 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都说人心是个肉掌的 但你要知道 当一个人的人心的内心 住进了一头叫做权力的怪兽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再是当成一个人的 你现在动漫里边 比如像漩涡名人 他心里哪怕注入一只九尾 但是那个九尾都比权力这只怪兽 更通人性 毕竟按照这个动漫的设定 是把九尾最后是为了名人牺牲了 姑且可以这么说 但是权力怎么会 权力他进入到人的内心之后 他考虑的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面子和我的自己的感受 老百姓死不死跟我没有关系 老百姓就像韭菜一样 割完一茬还有一茬 计划生育搞这么多年 中国人整个人类历史上 都少有的一整代人 无后几乎可以说是 被他们搞出来了 结果怎么样 现在说生三胎 虽然困难 不还是有人愿意生吗 这不正应论的什么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吗 人命渐如草 所以高层绝不会因为说百姓的呼声 这不是民主社会 中国不会一夜之间就进化成民主社会 而你说斗争的话 那毫无疑问 眼下这次什么所谓的 不管你叫白纸运动也好 还是白纸革命也好 跟中共早期的斗争 其实都相比 显得智能 当然它是有好的地方的 比如说这次咱们前面的去中心化 以前的学生运动都有一些学生干部 由他们来组织 由他们来领导 然后让这些人来协调 谁去干嘛 那么我一旦抓住了学生领导 还记得以前抗战片里演的 哎呀掩护领导走 然后领导都跑了 那其他人就英勇就义了 是吧 掩护领导跑 对 但是现在呢 跟去块链一样 去中心化 你会发现这次的运动 特别有意思点在于 北京上海 什么广州 然后武汉等等 四川 这些地方的民众 他们上街 虽然中国人 污蔑他们是CAA组织的 但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 现场的通过反应来看的话 恰恰是无组织的 但不像当年天安门的时候 有个什么指挥中心 指挥部 你可以去看一下海外的一些 当年那些什么张伯丽牧师 或者他们那些人 他们的回忆录 当年这什么广场里边 有各种组织 你看当年的八九 和今天的白纸 鲜明的对比 就是当年有内部的 虽然稚嫩 但是非常清晰的组织脉络 有人负责 而这次是大家自发的 你去中心化 你抓谁吧 你右边 你把他们都抓了 对不对 没有骨干 最后中国政府 可能会强行扣几个骨干 给那些人 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因为没有骨干 真正促使这些人上街的 恰恰是大势所为 就是整个天下痛苦 这个什么动态清零 苦清零 苦这个风控 这个九矣 真正的核心 也是你去不掉的那个中心 是在人们心里面 是人家 天地之间有感秤 那秤驼是老百姓 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这个宰相刘洛龚 这些话 以后我估计这些电影 是这些都播不了了 因为你要播出来 这领导的脸面往哪放啊 对不对 过去的中国 过去了 所以眼下真正形成这个局面的 恰恰是当局的反应 当局其实恰恰 他们真的 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思量思量 自己干的是不是太过分了 以至于去中心的话 没有人组织都有这么大的民愤 那假设说中国这个没有维稳 让民间那些不满人士 他们去组织的话 你可以想出人们的不满 会形成怎么样的滔天剧了 当然了 这个历史不能假设 中国现在的局面 是无法和当年中共 在搞地下党 跟国民党对抗 国民党政府对抗的时候 玩的那一套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如果稍微对于中共的党史 有一些研究 有一些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苏联老大哥过来 对吧 教毛泽东 教他们怎么来搞革命的时候 说的思路是什么 留一个小彩蛋 看大家是谁提出的 谁 人名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是谁交给老毛 应该怎么做的 好不好 当然知道的朋友留言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要依靠工人 我们当年老大哥 我们十月革命 我们就是依靠工人 我们罢工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团结工人阶层 但最终是什么 老毛说什么 说不行 我们要靠农民 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我们不能靠工人 这是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个严重的分歧 我们今天 当然历史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们看到了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去判断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结果 但你们很少人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老毛 要选择放弃城市 而走农村包围城市 今天我把这个点拎出来 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你也顺着他们这个思路想一想 当年按说苏联丑工 工人老大哥一罢工 一罢工资本家一害怕 一害怕就一妥协 一妥协怎么样呢 整个社会就变了 工人 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吧 但是中国为什么不行 不完全是 有人说是中国工业化不够 城镇化不够 其实都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都不是 中国无法依靠工人阶段的核心原因 是因为人心不齐 换句话说就是 人没有开化 这个话说是有些人可能不爱听 你听我详细给你说 这里边的 掰开揉碎 给你讲这里边的弯弯绕 你想 在当时的环境下 中国的那些工人们 跟苏联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苏联那些人 他们你可以看到一些当年的一些记载 一些文献 你会记得说 苏联人民都很清楚 我们罢工就一起罢工 我们所有人都罢工之后 我们的公司待遇会提高 我们的社会会变化 他们会形成那种布尔什维克 进行革命 进行斗争 那当时苏联当局也是镇压他们 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会放任他的挑战者 那安静的发展 会逮捕 会吸引各种各样的抓捕 但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人民保护他们 那个布尔什维克当时是被保护的 他们当时也承载了当时的苏联人民的希望 但是当时的中国呢 当时的中国涌现出了很多的 我们说叛徒 叛徒 就是把同胞 把同工 把同样的同事 出卖给当时的国民党当局 稍微一点变化 这边说了 我们一起罢工 说的都好好的 那边稍微抬一点待遇 这边马上回去了 背叛自己人非常的快 所以老毛说 说工人阶层靠不住 那观众朋友们 我们结合今天的这个 真实发生的这个经历 这些甩锅CAA 抹黑这些抗议的 这些搞这个运动 白纸运动的这些中国人 中国人 污蔑中国人 把这个结合回当年 你会发现 有些中国人 他们在一百年过去了 但是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涨进 上面还是老佛爷 下面还是义和团 所以当年老毛 做这个决定 毫无疑问 站在他的立场上是英明的 说白了 当时的中国人 愚昧 足够的愚昧 不可能靠着大意 让他们明白说 走城镇路线 然后能够战胜当局 独取权力 不能 那怎么办 反其道而行之 既然足够愚昧 我们就利用他的愚昧 走农村包围城市 因为农村在当时足够的愚昧 只要给他递 只要许诺给他递 给他一些小言小会 他们马上就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军 马上就让自己的孩子去投身所谓的革命 就是这么回事 当聪明人足够多的时候 聪明人引导这个时代 当蠢人足够多的时候 把蠢人能够玩转了 蠢人包围城市 一样可以夺取政权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放到今天 这么多的人 明明是在为他们争取权利 让他们不再被封城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但是他们却在一股脑 在咒骂 在侮辱 在诽谤 这些为他们争取权利 而且还是同胞 你去哪说 所以根据专头的分析 目前虽然我没有国内国安的 他们的这些数据 但是根据我的逻辑分析 中国国内的抗疫高峰 经过昨天 前天这一波 应该就是顶端了 就是最热烈的高峰 下面可能还会有零星的一些行为 但是大头都将被中国政府残酷的扑灭 而且进行一个相对漫长的拉清单环节 目前来看 新疆那边已经开始拉清单了 因为新疆人是最早上街的 他们最早去冲击了他们当地那是市政府 或者是什么兵团的什么什么总部 反正那边新疆人 当时他们是最早上街的那批人 那么他们现在也是最早接受清算的 网上已经有视频流出来 警察上门挨个去抓人去 按照名单去抓人去 一样 北京呢 现在有各地方学校呢 也开始要遣散学生 让学生回家 把这个事态先控制住 那么后续当你控制住之后呢 把你从人群中摘出来 那么一个一个按照清单上门抓人 秋后算账的日子就到了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中国现在不具备 不具备玩西方那一套和平演变 和平游行抗议是非的土壤 因为所有的宣传的全媒这个途径 全部被中共是一把手捏在手里面 无所遁形 我们说过弱小者 为什么说注重公民隐私 隐私是什么 就是草原上食肉动物 肉食动物 有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能 那食草动物 数量庞大的这些羚羊们 他们的能力是什么 草原上的兔子能力是什么 就是伪装色 当自己和整个环境融为一体的时候 你找不到它 它对于没有尖锐的爪子和牙齿的 这些食草动物来说 那就是最大的保护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能 你要想找一滴水 把这一滴水藏在哪里 让你找不到呢 藏在大海里 对 所以这就是隐私的作用 但是当人民个体被从人民大动中 耗出来的时候 你所有的伪装都将黯然失色 但那个时候 你就是怎么样 砧板上的鱼肉 随便人家切来翻去 随便弄 而中国毫无疑问 它掌握了宣传的手法 它掌握了信息的途径 网格化管理 中国的这个什么数字极权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导致了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空间和土壤 去玩西方那一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频道一直在鼓励大家 应润济润的原因 途径上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 向网上反映我们的意见 因为上面根本不在意 然后呢 想说说搞了什么运动 所有的途径又被掐死 你根本联系不起来 行不成像当年苏联的什么什么 布尔什维克少数派 没有 你没有这个机会就被抓走 就被约谈 就被判刑了 所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 再加上旁边还有一群给你泼冷水 认为你是境外势力 认为你是国家败类 认为你是叛徒 是汉奸的这些愚蠢的同胞们 这是新的三座大山 同志们 三座大山 你推得翻吗 光这个最后这座愚蠢的同胞 你是跟他们道理说得通吗 一个一个你看他们的发言 一个一个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感觉自己跟先知和这个救世主一样 掌握了世间真理 他们就是CIA 他们就是境外势力 你说说你别说你能不能变营他 你有这个兴趣去帮这个傻串变成正常人吗 没有 所以这才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困难的三个点 中国人为什么说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在痛苦当中弥漫 在黑暗当中盘山前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三个问题不除不解开 你怎么解决 没有任何图就没有任何的光亮可以照进去 所以专头的节目最后 我真的是掏心窝子 奉劝有一些朋友 情绪的发泄在过去这两天已经发泄过了 有一些东西该沉淀的要沉淀了 要认清现实 当然我知道我说这话 很多人又会说我是大外宣 帮着什么中国政府洗地 但是我请大家想象 我作为一个海外的时评播主 这么多年了 也有些年头了 不能说这么多年 有些年头了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现在激昂坑海催人尿下 我一起去喊那些口号 我可以带来很多的流量 但我不忍心 我不忍心 我觉得那样的流量是红色的 是带着血和生命的 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 明知道前面没有出路 我还要呼怒他们上去送 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说我没看到 那我可以这么做 但我看到了 我看到的前面是一面墙 墙上长满了 是钉子 我不忍心让中国这些仅存的 有脑子的年轻人再撞上去 中国人 现在你就看看那些 说风凉话的 扣境外势力帽子的 说核酸好的 这些傻叉们 你不让他们被铁拳 同样被砸得舒服了 服侍得服服帖帖的 中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现在只是说 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 对 现在喊的这帮人 是中国现存的 还有脑子的 有知识的 有文化的 能看见外面世界的 是这批人 他们先忍不住 他们喊了出来 还有更挫的 更脑瘫 脑瘫的那些人 在下面还没感觉到呢 听过那个故事吧 太太宁号要沉的时候 最上层的妇人们都已经划批滑艇 要走的时候 最下层 最在底仓的人 还没有觉得 因为当年太太宁号沉用了三个半小时 现在就这个道理 中国最早那批人 那些裸官们 人家的孩子 人家的家人 全在海外 早跑了 那是最上面的一批人 然后包括平时国内的这些 平时小资的这些人 也名不过味儿的 那些演员什么的资产 都在海外 他们也是名不过事儿的 现在抹黑自己同胞 抗争同胞的那批人 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那批人 而他们也是数量最广的那批人 什么时候 他们真正感受到铁拳的坚硬和坚不可摧 感受到党 如春天般的温暖的时候 那才是中国真正迎来变革的时候 在这之前 只能说是什么呢 不要去送 不要去送人头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在未来 五年 十年 几十年后的中国 一个有脑子的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 有脑子的 有理想的 有人性的中国人 存在于那片土地上 远比像现在这样脑残的 傻叉的中国人 活下的一万个 更有价值 你是说呢 好了 今天话题呢 月聊还是有一点沉重 但是我真的是掏心掏肺的 跟国内的朋友 在进行劝说 你说我是大外宣也好 或者是怎么自甘无也罢 无所谓了 砖头背的骂名也够多了 我无所谓 好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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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